我们两个都在这坐了这么久了 你不准备说点什么呢 说说点什么 我们两个相亲你说该说什么呀 你说该说点什么呢 我叫若若 我叫 哎不对啊 你叫若若 你把头抬起来我看看 哎呀人家害羞嘛 抬个头嘛又没事啊 今天又不是轮胎头 你抬起来我看看 我不信是这样 比方黎眼泽有点大 买火蜡叫少 是那个教练 哼 你就是那个把油门当沙沙采到肉肉吧 教练没想到这么久了 你还记得我呀 哼能不记得吗 我的命差点就交代在你手里了 教练你只知道以前的我 但是现在的我你不了解呀 要不我跟你说说 停停停停 这手离王阿姨都说了 你家去 不过没事 我家有几个人 我家还有一个情况 你不知道 啥情况 我爸爸他生病了 躺床上都好几年了 那就是植物人呗 只能用眼神交流 其他的都动不了 那让我快点见见你爸爸 我还没见过植物人呢 你是在电视上才见过 行 那我给你去我家吧 好的 坐 爸 这是我刚交的男朋友 我爸长了两下眼睛 他就是在你里问好了 好 那我也回应一下 陆总 我看你爸活不上了 眨个眼睛都有其不理的 还有什么 陆总 你也别担心 这人世老病死很正常 你爸也逃不过 到时候我一定是分子 就是看到你是我学员的分赏 我也得随 你 滚 滚 你怎么骗人啊 不是说除了眼睛 其他都不能动吗 还不是被你气的 滚 欢迎关注董言 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 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在下方点个赞呗